第三次充值 一次330 我们现在是第七天 就是说六天我们用了 交流费用了1300块钱 你只能一张一张吧 刚才我们也经历了一下那张 人特别多的这个同情地铁 找好总 应该是最晚最晚的 应该不是不算最晚的时候 是吧 但是刚才那个日本 刚才日本桥也是接近东京站的 应该算是个大展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感觉到整个就是一车厢的人 就是挤着像那个 就纸片一样 但是一点声都没有 对一点声没有 因为他们的始终部都这样 在地铁上没有说话 比如说如果是打电话的话都这样不成 你就我刚刚他们旁边那个人 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着这个走 然后什么声音就挺难 对 然后就感觉大家有点像那个集气的感觉 早晨就是在地铁 早晨地铁就非常的安静 表情也挺严肃的 你别说惨啊 别乱说啊 不是说乱说 我早上上班说我心里都不懂 我都听不懂这种心情 然后你今天这个衣服这么好看呢 昨天花30个块钱 就是你在这边穿一下 就是你在这边穿一下 不是日本 这是日本球队的球衣业 那你那个是队灰你知道吗 就是上面是个乌鸦 你今天到东京穿的这样 非常他们的接地气 我觉得非常美 对 大家都是那个优衣库 就是工作者 在有美术馆据说是不让拍摄 就是我尽力拿手机照的照片吧 就是那里面是不让 no movie no photo 我偷着photo 对对对 然后10点开馆 基本就是过了这种大战以后 他这个车里就挺清静的啊 就是大战比较 人太多了 今天早上我也穿了一下 这条新买的裤子 这个是 日本本土品牌是吧 对 就是 叫Edwin 然后是 120-130块钱吧 他这条裤子也是昨天买的 然后来买的 所以说换装了 然后 牛逼直出在哪儿就是 就是 他说在 就是穿上这个裤子 就特别有那个日本 那个 就是 肥肥的 然后那个 就是 就是有那个范儿是吧 就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很日系 很日系 那个穿 穿搭 你一看这个裤子 这个型 就是 就是 咱们正常的话 咱们这裤子 其实这裤子是平坏的 没有掉 但是日系的 他们这裤子就会砸个褶儿 然后就是 有点像登车裤 我觉得就是 他们的裤子那种感觉 反正就 反正就是 就是很 对 就是 裁剪也不知道咋 昨天试的时候 突然 他们感觉非常日系 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你拿着你拍一下我裤子 我站起来 稍微窝点边的这个感觉 就是一点点是吧 对对对 就非常有那个感觉 哈哈 对 女的喜欢就是 她们腿部特别宽松 要不就露大腿 要不就腿部特别那个 露大腿挺多的吧 露大腿挺多了吧 就只要挺过那两站大站 就其他还好 嗯 这能不能顿 然后你这条裤子是立的是吧 对 看你还没完成 展示一下 四年了 像这场马数年了 是啊 对没错 人才挺好的 嗯 是吧 嗯 啊是 前进 这是土星座 不对 叫星什么木 来 是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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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